那我们Blender的基本概念 刚刚讲的是3D动画的基本概念 现在你变成实作了 那实作的部分呢 Blender是一个很不错的实作环境 那我一进来你会看到这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呢 你点一下 你在旁边这样点一下 他这个2.62的这一个广告版权页会不见了 那不见之后呢 你会看到它里面的主视窗是这个样子 那就相机 游标 立方体 灯光 但是这个游标一开始是放在这里面的 你按滑鼠左键点一下它会跑出来 那你这时候按F12 它会出现那个照相机所照到的相片 结果这个叫成像 那当你进入这个成像结果之后 你会离不开 你要按ESC才会再跳回去 那基本的操作 基本的操作 滑鼠中间的滚轮 你按下去之后拖拉 这会旋转视角 你如果直接用滚轮滚动 它呢会放大缩小 如果你按Shift加滑鼠中间的滚轮去拖拉 它会平移 画面会平移 那基本操作就是你按滑鼠中间滚轮去转动视角 这一定要会 因为这个是几乎你只要进了Blender 就一直会做的事情 然后呢放大缩小 就你不要按滑鼠 你不要按住 你就直接滚动它 它就会放大缩小 然后呢你按Shift滑鼠中间 就可以这样从左边移到右边 但是前提是你要先选择它 怎么选择它 按滑鼠右键选择它 好所以练习时间 我们现在就要练习这三种操作 那各位的画面会变黑 所以请看我这边操作 好现在呢 我按滑鼠中间的滚轮旋转 旋转视角 接下来呢 我如果按住Shift去做的时候 它就不再是旋转 它是移动 有看到 是移动 但是你移即使不是在移物件 这都是移世界 整个世界的观察角度移动 但是这些物件从来都没有动过 怎么动物件 我们待会才会说 那接下来呢 你如果 这边也不要 手也不要按 Shift都不要按 那这边呢也不要压 你只是滚 你会发现它会缩小缩小 它放大放大 OK 这样 基本的操作 先练习一下 OK 好 那各位练习一下基本操作 那我画面先切回去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